而新闻一开始 但一看到就是新北市的四百万人口当中 新住民就有十一万人 是全国最大的国际城市 现在要整合资源 从产官学三方面 提供新住民的子女还有移工 来认同这块土地 拥有光荣与归属感 就像影片当中所传达的 新住民来台落地生根 孕育下一代 新北市政府从设立学习中心 以及生活中心 多方辅导 要让新住民体会到新北市 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新北市的新住民 是全国最多有十一万人 我们期待通过学习中心 关怀中心 提供更多的产官学对话 让他们在这块土地 新北市能够热活 乐业乐学 让新北市这一个土地 成为夸语言 夸文化 族群大融合国际大都市 共创未来宴景的一个好城市 从新住民多元免费的线上 和实体终身学习课程 一直到就业创业 新北市还提供职讯 以及症照辅导 最后还有关注新住民的身心欲乐 光是今年就已经设立了 三所的新住民学习中心 是全国第一 已经八年了 目前假日是读高纸 然后平日就开摊车卖辽国美食 希望未来就是在我们新北市中山路 开一家辽国餐厅 谢谢 你的愿望我们听到了 那种都喜欢的 我们有花国花饭 这个第一次喜欢 我们也想过吃那个 葛珠奶茶 还有爱台湾 这个是我的学华语的笔记本 谢谢公司在陪我当组长 也谢谢同事帮忙我 新北市目前有超过 9万名的移工人口 全国第三多 不论是来自哪一国 都能够感受到 新北市的美好